前进走位 北上助选 不管是被Q招牌白眼或车队扫街 辅选自家立委参选人黄杰超配合 不过下周换自己被提名 如果在中指会确定通过这样的征召令 那我一定是全力以赴 勇敢承担这个重责大任 那目的就是一定要为台湾队手下这一席 就等党中央流程跑完 不过赵天龄从婚外情爆发到宣布退选 不到24小时 高雄第六选区民进党确定征召黄杰上阵救火 第一时间照天龄表态竭尽所能全力服选 天龄委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我鼓励 然后也说会全力支持我 继续延续他的服务 那让第六选区的选民感到安心 原本被点名接棒的在地议员黄文艺 脸书发文恭喜黄杰 说相信他一定能够赢得胜选 至于另一位有意争取的议员郭建盟 结稿前尚未回应 我第一时间也都跟黄文艺议员 就是跟他们说感谢他们的气度 还有支持 那我接下来也会马上启动请义之旅 希望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达到党内的整合 据了解地方党部看准他年轻族群认同度高跟激战力 最后拍板由黄杰跨去参选 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空降的黄杰造成地方上这么大的反弹 那这代表的就是民进党派系斗争 他们妥协的结果 我并没有所谓的派系啦 所以我觉得他的解读应该是完全错误的 才刚加入民进党的黄杰 因赵天龄的桃色丑闻临为寿命 但台媒被征召已经秀出浓浓火药味 进行黄杰 蔡成佑 采访报导